其实我之前是拍过这防尔赛的 在它刚刚发布的时候 不过我今天又来店里拍这防尔赛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公布了一个预售价 我原来以为这台车起码得卖个17-18万起步 然后高配到21-22万的样子 结果它的预售价只要143,700起步 然后高配是186,700 说到这儿你先别骂我什么充值 说话之类的 我帮你好好分析一下 虽然说C5X 防尔赛它是一个中型车 那什么是中型车呢 比如说麦腾 帕萨特 雅阁这个级别的 那卖143,700不贵吧兄弟 然后它还是一个偏个性的车型 那照常理来说 一个偏个性的车型 是比那些常规的车型价格要高一点点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马自达的CS-4 那款车型是一个紧凑级的偏个性的SUV 比它完全小了一圈 那要148,800起步 它143,700是不是不贵 然后我再帮你分析它的配置 它现在预售价公布了四款车型 那只有低配和顶配两款车型有价格 那最低配的车型就是143,700那款 就有了自动大灯 全LED大灯 全景天窗 19英寸轮圈 以及它的软硬可变的悬架 那再往上高的那款车型就有了全速段的ACC自制巡航 以及一整套的主背动安全系统 那顶配的两款车型还有什么感应电动尾门 HD抬头显示 最加热 最通风 最按摩 等等等等 所以配置这么听上去也挺给力的 没有说因为低配车型车价很低 然后配置就很寒酸 对吧 OK 那聊完了价格和配置 我就带你简单看一下这款车 告诉你它最大的短板是什么 首先说外观啊 反正我觉得这车外观挺好看的 起码挺个性的 对吧 因为你预算如果卡到15到20万 说实在的是 没有什么太多个性的车型可以选择的 主流的都是一些SV轿车什么的 那这台车呢 它其实是一个那种跨界的列装车 列装车嘛 就是看着比较运动 有个大溜背 然后跨界嘛 就是底下加高了 然后有个轮煤 增加了一个通过性 这个颜色呢 现在叫流金绿 那法车3C5X除了这个绿色以外 其他的颜色都是偏金属色 有那种银色 铜色 还有那种金属蓝色 然后再往后看啊 它的侧面我觉得还是挺舒展 挺好看的 一是轮子打 19英寸 二是呢 它车身长度达到了4米8 轴距接近了2米8 大概这个身材是跟 马自达的阿特兹差不多 这么说 你就有概念了吧 车屁股对吧 因为有这种大仙背的尾门 所以还是挺尊 是挺好看的 然后两边的尾灯 把尾部的这个线条 进行了一个收紧 然后中高配车型 都是有这个电动尾门的 不错吧 而且还可以感应式开启 那打开以后呢 作为一个偏向跨界的这么一个列装车 后备箱真的挺大的 你看这个进身 正常四口人玩那种长途的自驾游 或者搬家式露营 这个后备箱无论是高度还是进身 都可以完全胜任的 但是后备箱既然空间这么大 配置却非常寒森 我只看到了一个灯 然后这边有个储物盒 没有锚点 没有刮锅 没有刷锅 你说你都给我一个 这么大这么好用的后备箱了 为啥配置你就不跟上呢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它并没有原厂配备胎 全系都没有 如果你需要备胎的话 只能把盖板下方 这个储物格给它撤掉 然后原厂是保留了一个备胎安装位的 那后排座椅是支持46比例放倒的 放倒以后形成不了一个 进入全面的空间 还是有一点点台阶 拓展放什么滑雪板 没有问题 等人睡觉 那就别勉强了 内饰我还是挺喜欢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 它并没有在用508408 那种派空舱的内饰 而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这个内饰的整体风格 给我的感觉就是 很卷约 很居家 然后内饰的质感也不错 翻盘很小 然后握着呢 皮质稍微有点点偏硬 整个中台从上到下 是有很多种材料进行拼接的 摸上去 感觉人挺棒的 两个屏幕 一个7英寸的液晶仪表 一个12英寸的中控屏幕 屏幕里面是支持有CarPlay 加CarLife的 平常你手机映射 手机互联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下面呢是一个常规的 物理按键区域 内饰呢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座椅 这个座椅坐上去 还是有点单薄了 包裹性和支撑性 不那么的足 第二就是前排的储物空间 两个背架比较浅 扶手枪的尺寸一般般 而且前面除了无线充电区以外呢 也放不了什么其他的东西了 还没有剪定盒 总的来说这个前排就是 内饰很好看 配置比较高 但是实用呢就有一般满 哎 哎似乎所有偏个性的车程 都需要为后排去妥协一些 那这台车也不例外了 主要说空间还不错 你看我这个腿部空间 脚能往前伸 能伸伸腿还不错吧 那头部空间呢 我一米七七的身高 稍微还有一个大概两指左右的充裕 那如果你是一米八以上的朋友 可能会稍微点蹭头啊 好涂点发胶 那坐垫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的短的 对腿的承托不算到位 而且地台呢中间也有一定的空气 好处就是后排 有三个头阵 而且这里有一个中央扶手 上面还有两个杯架 USB充电口很可惜 只有一个 那你说怎么就不能够配两个呢 如果两个人都想充电 动力呢也还是非常的熟悉 PSA的那台1.6T的发动机 175马力259米 配的横置的8AT变子箱 那全系都是前驱 后桥的扭力梁悬架 那听到这儿你是不要吐槽了 为啥就不能给上个20T 为什么后桥还是非独立扭力梁悬梁 兄弟这车14万3000多起步 你还啥这个车啊 那FARSIVE它会在9月份正日上市 那很可惜啊 我现在还没有试驾过它 那如果这台车它动力方面 我觉得和动态的质感 也能相应不错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还是挺给力的 年轻人开着这台车出去玩 挺个性 然后挺好玩的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价格比较合适 喜欢记得分享哦